全台現在各種案子都動起來 我們看到國民黨的黃紹廷 現在傳出來說 檢方要辦他有關福報 服務費的問題 但很吊詭的是 從一早到現在 早上6點到現在 也過去了十幾個小時 這個案子查到現在 黃紹廷突然行蹤不明 那是不是真的 賴清德真的放手了 所以現在檢調 包括國民黨的 稍早之前我們看到 很多民進黨的議員 也被偵辦了 所以舊的案子 全部不分藍綠都動起來 是不是因為現在辦柯文哲 所以我檢方要讓大家講 我沒有非顏色 藍的綠的白的我通通辦 今天柯文哲 檢方第四度的提訓他了 走出來一樣 一樣是一抹很有自信的微笑 告訴大家阿伯我挺得住 那我們也發現說 阿伯的支持者 現在在網路上流傳一個說法 說你仔細看這畫面 阿伯的頭髮 阿伯怎麼一頭的白髮 變成黑的呢 人家古代吳子序 是因為一夕白髮 本來是黑髮 一夕之間變白髮 阿伯背觀 怎麼突然間一夕白髮變黑髮 難道他在北索裡面 還有逆逃章嗎 這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網友柯粉們就說 不用面對媒體 跟一堆媒體照搖抹黑 所以阿伯的心智自然就強大 心靈平靜 阿伯看起來更加的帥氣了 阿伯沒有怨屈 阿伯挺得住 怎麼會白頭髮變黑頭髮 真是厲害 這是科粉們的一個討論 同時間審慶金也申請聚保停押 第四次的提訊 但是還是押進去 半夜把它還押 然後包括彭政生也繼續 整個案子是不是接近尾聲 要進行調查 自由時報今天有一篇獨家 這個獨家到底獨不獨新不新 他說2017年5月4號 市長室的會議記錄 柯文哲主持會議 會議裡面絕印都有出來了 文都跑出來了 他說金華城基準容積的疑慮 要請都發局就當年的資料 做成行政處分 正式的上網公告 跟含附金華城 公告之前要先送到市長室 做相關的會議報告 然後自由時報對林青龍非常好 還特別幫他強調林青龍 沒有出席這個會議 柯文哲只是用行政處分方式處理 後來8月的沈青青 提出來的要求不磨而合 然後另外一個更特別的是 黃珊珊之前在立法院 開一個記者會告訴大家 沈青青他這個案子 根本不是他自己提的 按照規定應該是台北市政府 來幫他規劃 為什麼呢 他用了兩條 一條是都市計畫法 第24條 第二條是台北市的 相關的都市計畫施行自治條例的 第25條 第25條講白了 意思就是說市政府覺得有需要 我市政府主動幫他提計畫 所以這整個案子 黃珊珊覺得可以以此來解套 可是包括減舒培 國民黨聽說還有遊俗會 對 我們都幹了一件很無聊的事 發文問台北市政府 金華城到底是用哪一條 台北市政府講很清楚 就是都市計畫法第24條 沒有黃珊珊講的 所謂自治條例的第25條 所以重重的打臉黃珊珊了 那民眾黨說這混為一談 雖然他講混為一談 但民眾黨的解釋 自己也講不出一個重點 請教我一下 因為黃珊珊是前台北市的副市長 那比較關鍵的 2020年3月10號的那一場便當會 雖然是下午3點 不一定有吃便當 是有黃珊珊在場的 所以當他出來開這個記者會 柯文哲也已經被收押的時候 他的份量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至少代表了前副市長的態度 彭震聲被壓 黃珊珊也是副市長 所以當他舉出了都市計劃法第25條 當市政府認為這個事情 對整個市民有利的時候 我們本來就可以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當然就要被回頭解釋 原來是這樣 都誤會一場 被回家啦 這本來就可以這樣做了對不對 我看很多的支持者就信以為真 對不對 就說那這樣通常還在壓什麼 也沒有金流 這也不算圖利 就結束了嘛 可是這個事情講出口的時候 我當下就覺得一定被挑戰 為什麼 因為彭震聲六月到議會去報告說 講的都還是24條 因為當年2020年的時候 他不是寫了陳情信去給柯文哲 而且也給黃珊珊嗎 他的陳情信裡面沒有講 是根據24條嗎 所以一路以來都是24條 到黃珊珊講25條之前 沒有人提過25條 那所以你就知道 議員就是那就來硬碰硬 議員直接就行文去問市政府 所以到底是哪一條 那就不是25條 這個會對於先前所講的內容 公信力會受到一些影響 再來 柯文哲他的頭髮 我現在大家都在討論 可能角度看 我是 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就不要亂講 他可不可以 就是目前在壓的這個積壓的人 可不可以 如果有人濾劍的時候 給他染把劑可不可以 我不知道 所以他也許真的有染法 也許他真的有染 我不知道 如果說本來很白 現在變黑的話 因為如果你本來很白 突然在幾天 也沒幾天 滿頭黑 這已經變成是一個神學 這是什麼 這是神機嗎 就突然他也不用吃飯幹嘛 還是因為他的北手比較不忙 所以我就說這個很主觀 就是有人覺得他變白 這個很主觀 不然我們就要直接 把他的那個照片做對比 眼睛看錯 你有沒有覺得他變黑 所以我不是跟大家講 變黑 但可以客觀評論是什麼 就是他的手銬一直他都不遮 這個可以客觀評論 因為 而且他每一次出來 四次都很有自信 像應曉威就都是這樣子 他就是遮著不想被看到 而且應曉威把頭撇過去 對 柯文哲他就是 你可以說他很有 對自己有自信 或者是說見過大場面 然後也不害怕都好 或者是他可能在這種 就是大家講亞斯波哥以前都不信 最近有人說信了 就面臨這麼大的一個屈辱 跟這個怎麼講 考驗的時候 對 他還是 他都很坦然還能笑 然後看起來有人講 頭髮變黑是一個 還有人講說感覺他變胖了 都在 都在做細部的爬出 是不是吃得很好 吃得好 睡得好 一般人怎麼有辦法做得到 所以確實可能第一個 柯文哲異於常人 見過大風大浪 第一個就是說 他跟你我不一樣 他對這些事情的在乎程度 有人很在乎 他可能一點都不在乎 不過阿伯對黃珊珊 不知道到現在是不是 還依舊是深信不疑 但蔡碧汝在這幾天 接受廣播講的話 越來越白 越直接 之前她聽到黃珊珊被停權了 還代表柯文哲到美國去 她第一時間只有一個疑問 她去美國 她代表誰 但廣播現在她講得更清楚了 她覺得黃珊珊基本上 已經受到懲處被停權三年 停權三年的人代表主席 去美國去代表什麼 代表民眾黨沒有制度 只有人治 沒有法治 所以他覺得民眾黨 如果要正常化的話 應該要回歸法治 這講得非常非常重 第二個 他覺得很怪的一件事情 是當初這個帳目的事 現金的事情的時候 當時講到說要提告 端木正的隔天 其實柯文哲是想要撤告的 當時會計師已經被約談了 聯繫不到端木正 然後大家還記得嗎 當時要告端木正 雖然他表面上的理由 說他們有相關被約談 什麼的動作 所以導致他們這個暗鳴的時間 往後演一點點 但事實上是因為內部裡面 有各種不同的意見 他說當時會計師已經被約談了 聯繫不到端木正 就有人跑去問蔡壁如 跟端木正熟不熟 可不可以幫忙聯繫到端木正 蔡壁如很生氣 他說既然要撤告 直接撤告就好了 幹嘛還要找他 你們都被監聽了 在搞什麼 那到底是誰在背後指使 那8月13號我們看到 暗鳴控告端木正是誰 就是黃珊珊本人 那包括所謂現在也幫大家整理說 有關北市科 只有星光的投標 貓膩非常非常多 他質詢了當時的這個 產發局局長林聰傑 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們再怎麼撒著人 一看就覺得那樣 他說林聰傑當時企圖隱瞞 T10 T78只有星光一家 來投標的事實 然後事實上根本不是 然後又故意把T17跟T18 都是星光同一家投標 故意把它講成各有一家投標 然後以及當時是10月12號 截標之後快半個月了 結果這位局長還證實說 已經在等廠商補證資料 這講法非常非常怪 所以他當時局長有講了 是有位同事說 採購還沒有公開之前 是不可以這樣講的 那所謂也發現一件事情 不要再去講阿伯 過去八年台北市政 做得多好多好 多麼的吸引人 有一個鐵證 如果真的吸引人 人口怎麼會外移呢 副市長人怎麼會變少呢 然後在講阿伯的任內 副市長現在變第三個了 那以前他的負債非常非常多 他的八年總預算 從1400多億到卸任前 飆升到1800億 人口也一直下架 而且他的任內 沒有完成任何的捷運 請教淑慧 我剛剛前面一個行程 跟桃園市議員林涛在一起 他非常得意的告訴我說 他們下一任議員席次會增加 立委席次會增加 因為他們人口增加太快 那我就黯然神傷 那就是我們的流出去 對 因為我們議員席次減少 那副市長 第三副市長在那邊遭不保夕 因為台北市人口在柯文哲 八年任內減少了一二十萬人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 一二十萬人 對 一二十萬人 然後其中流出的很多都是年輕人 我曾經去調過人口統計資料 大部分流出的都是大概30歲到45歲 而且他們是帶著小朋友一起逃出台北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台北市的房價太貴了 他之前一直說他要蓋涉宅留住年輕人 但是年輕人 光是年輕人部分 就搬走大概三萬人左右 所以我不知道說 從八年過後 我們事後回過來去看 我們發現柯市長說的比唱得好聽 一切都是假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猜譬如說一個黨要走下去 還是要回歸法治 這句話聽起來好怪 過去柯市長最常掛在嘴巴裡面 是什麼 我是一個SOP控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一切都要SOP 我很喜歡訂SOP 結果整個民眾黨是沒有SOP的 整個台北市也是沒有SOP的 他過去說要公開透明 要連政登陸 除了你跟家人吃飯以外 一切都要登陸 結果我們現在發現 省信經走台北市政府跟走趙咖一樣 我們去跟這個政風處要連政登陸 通通沒登陸 然後他去見了這個吳東進 他去見了省信經 也通通沒有登陸 所以現在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發現了 這個案件有問題以後 我們事後再去拉那條線 左拉右拉拉不出一個 所以然出來 然後到最後都是 市長有見過這個 市長有見過這個 2021年 我現在才去查當年的資料 當年我為了北市科這個案子 我五次質詢 大家可以去看看 一個議員五次質詢 單一個案件是非常多 可惜當年沒有引起 其他議員的重視 我自己的質詢時間用完了 我還跑去找北市科 四北的其他議員 拜託他們再幫我加碼質詢這個案子 因為我找不到答案 柯市府一直在跟我在那邊 畫帕拉肯 在那邊跟我打太極拳 其中林崇傑就是一個 一直在跟我打迷糊仗 如果大家有興趣 回過頭去看當年的質詢 我一直在問說有幾家投標 這個是可以回答的 你不可以告訴我說有哪幾家 有星光有元大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這個沒有錯 但有幾家投標 這是你要回答的 但是他怕被人家知道 只有一家他都打算開標 所以他堅決不回答 直到我頒出法令 因為我在特別市政府待過8年 他才不得不回答說一家 然後我問他說 那三個標各有幾家的時候 其實根本就同一家 但他就說各一家 其實根本就同一家 他不敢講說都是星光 所以他玩文字遊戲 因為事實上是各一家 但不知道這三家都同一家 對 根本就是同一家 他就說各一家 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又把這個計畫標 這個計畫審核的機制拿掉 所以只有一家來 不管他出什麼價格 他都得標 當時我就已經發現這個問題 早在當年2021年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我在質詢的時候 就問他說 那市府的利益在哪裡 只有一家來 不管他就算多一塊錢 他都得標 然後你底價又訂得這麼低 最重要的就是 這兩個機制一結合起來 就是土利 底價訂得低低的 然後一家都得標 這兩個image起來 就是一個土利了 只要一家來 你可能會說 我怎麼會知道只有一家來 其實我告訴你 要做到這樣也很容易 當你裡面所有資格放寬 沒有廣告周知 沒有告訴很多錢 在投資廠商說 我跟你們說 現在資格放得很寬 現在條件很好 趕快來 跟以前不一樣 我告訴你 之前放棄的廠商 他未必會來看新的標規 我以前在台北市政府 負責過太多標案了 我們通常更改標規以後 都要再去告訴很多投標 過去投標說 我跟你們說 現在不一樣 可是如果他故意不講的時候 就衝觸再上新標 然後就只有特定人會知道 只有特定人會來投標 我告訴大家 公務機關如果要搞這種小花樣 很容易 所以現在北市科跟精華層 到底有沒有問題 反正北檢都在調查 我只希望就讓北檢 有一個純淨的調查空間 所以有一件事情 我也希望書會幫我們釐清 因為這個已經有一兩年的時間 很多人不撒撒 台大的民意失警中 他也滿有社會威望 但是這兩天 他在PO文反反覆覆 他說當初在打BNT的時候 因為有一些年輕人打著之後 有一些過敏的症狀會心肌炎 所以家長們會怕 學生自己也會害怕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 我可能猶豫 不敢打了 然後施景中講說 我們當時要做研究 大家還要集資湊錢去做研究 阿伯這一個人就不願意 非常冷血 還說這樣子 有人說柯文哲最先主張打BNT 要做新電圖 這個是民眾黨的說法 他說這個說法不正確 他說柯P一開始不支持 事後他開始做了 因為大家有各種強烈的質疑 開始說我吳玉錦帶記者拍攝檢驗 讓工作人員都非常傻眼 要你支持的時候你沒支持 結果後來等真的有必要的時候 你又懶功變成是你的功勞等等 科目者那時候都有發新聞 到建中去研究 新電圖的施足流程 那到底是施景中講得對 還是民眾黨講得對 我等一下請教淑慧 以及我們現在看到民進黨 問題也很多 國策顧問李宇子昌 這個名字大家有一點陌生 但他的女兒是呂孫玲 大家就印象很深刻 那這個呂子昌 他除了是國策顧問之外 他也是淡水信用合作社的 理事主席 他現在就被指控 他跟人家要跟他借貸 跟信用合作社借貸 結果他跟對方講說 你跟我個人借好了 那錢匯出去 居然來自他底下子女們 包括呂孫玲在內 還有他兒子等人 這些戶頭轉出去 然後金額大概有6000萬 但是被借貸的人就說奇怪了 你這樣的方式 很像是洗錢的管道 然後包括裡面 還有一個是工友 這個工友居然也用 他的人頭轉賬出去 3000萬 不過現在李子昌 有出來講律師說 這些言論涉及不法情勢 會保留法律的追溯權 請教淑慧 我不知道施景中 跟柯文哲這一段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講 另外一段 就是2022年的時候 本來柯文哲要蹭聲量說 他編了28億要採購疫苗 台北市要自己採購 自己編了預算 又自己拜託我們 台北市議員把他刪掉 自導自演 然後我那時候說 可不可以不要刪 我們用來預先採買快篩 因為我知道說 這個可能以美國的經驗 台灣可能也很快 就要需要快篩了 但他連這個都拒絕 堅持要我們 台北市議員把他刪掉 後來大家記不記得 2022年的3 4月 果然台灣急需要快篩 結果到處都沒有快篩這一段 當時後來他在議會 跟我道歉11次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疫情的事情 我們現在都不需要再回頭 那時候他這樣做的原因 理由是什麼 你說3疫苗預算 自己編了又叫你3 因為他買不到 他一開始要去做這個秀 說中央不給我們疫苗 我們自己買 然後編了28億 結果後來發現確實 市政府是自己買不到的 他無法執行 又來遊說我們台北市議會 把他刪掉 可是我那時候不建議刪 因為我覺得錢都編了 你可以改去提前買快篩 1月份那時候 如果買快篩是買得到的 因為那時候疫情還沒有大爆發 那就一樣 嘴巴做一套 真的沒辦法跟他做 結果他不要 堅持要我們把它刪成1000塊 我就說為什麼你要我們刪呢 你就去買快篩 預先買了放著 因為美國那個時候的疫情 永遠比我們快一步 美國那個時候已經大爆發了 就是需要大量的快篩 你買了以後 先放在醫療院所 民眾只要有症狀 他可以去拿了快篩 後來就是大家記不記得 3 4月每一天幾萬例 幾萬例的那一段時間 大家都在搶快篩 台北市政府那時候也配不到 所以那一次後來 事後他有跟我道歉 有在議會公開道歉 但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疫情的時候 反正就是大家都在打嘴炮 包括科市長在內 所以你怎麼看有關呂子昌 就呂孫琳的父親 國策顧問這樣的一個 金流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就這樣子 就是你有沒有這種 非法的金流或是什麼的 就是去查 就是去查 我不曉得說 這個公有怎麼會有轉賬 轉賬3000萬 一般我們到銀行去 三四十萬銀行就一直問 一直問一直問 不過現在也很多人在 關心一件事情 一樣是金流 可是鬧上新聞 我們也沒看到 檢方動作起來 尾翰有關這一部分 因為呂孫琳也當過立委 他爸爸又是國策問 又是淡水信用合作社 但是也有可能會不會是 他跟檢舉爆料的人 彼此之間有所謂的 驚奇的糾紛 你怎麼看 因為今天出來開記者會是 王鴻威跟另外一位 台東的這位 就是他有在淡水的 這個信用合作社 跟呂子昌是認識的 他說他曾經跟他講說 你有一些貸款 我可以方便你 所以他們熟視 但後來他發現 他的戶桶裡面有進出錢 他發現說他的錢 這個基本上看起來 有洗錢的嫌疑 他是當事人 我們並沒有介入這一些 而呂子昌剛剛也透過 律師事務所講說 沒有跟 就是完全的合法 我們現在目前這個階段 真的沒有辦法 就是如果以這個 今天跟王鴻威一起開記者會 指控呂子昌的人來講的話 他就是明顯認為他洗錢 裡面大量的錢 一天六千萬還不止三千 可是這件事情是不是有實證 因為開記者會的 他是當事人 如果按照半科批的這個標準的話 應該要立刻收 那個開記者會這個人 他也可以去告發呂子昌 告發他洗錢也是可以 那我們就看有沒有同等的標準 對 我們現在確實真的還 因為清流的東西 我們看不到 但這個東西大量的轉 是不可以沒有紀錄 他說不但轉 而且在這個充分率還沒有紀錄 這個我其實 我覺得還要再看看 沒有那麼了解內情 如果真如指控方講的話 其實這個事情非常非常大 如果說這是事情是要辦的 不過有可能是兩個人之間 雙方之間有一些理財 財務上的糾紛 就近代的司法調查 大家好 我是謝亞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 拜託